安装好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如何使用WebScript WebScript使用 我教给大家一种方法,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 大家看,点击右键,会有一个审查元素 或者有的系统不一样的话,会是检查两个字 我们点击右键inspect 英文是你在中文或者就是检查或者检查元素 大家看,会弹出这个工具框,这有好多选项 但是最右边会有一个WebScript 如果你没安装WebScript了,这块就没有这一栏 当然,还有的,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工具的话 你的工具栏可能会在右边 或者是在 左边 这两种的话,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就是 WebScript在这种 这两个左边或右边 都不是很好操作 我们就点击这块的箭头 然后它这块有四个选项 我们选进这个 上下的 图标 点击 它就会将WebScript 调整到 底部 最终的话就是 我们需要的 在 PBT 右边的 不对 左边的也不对 我们调到最下面 就会有一个这个图标 好,我们继续看 WebScript的使用 先简单一些讲一下 它这块的一些图标 我们看PBT 这个 E 这块有一个WebScript 然后 I3 4 这块有一个seedmaps 这块有一个seedmap 这块有一个create newseedmap 因为我是刚安装的seedmap 所以说这块是空的 大家注意 这一块 还有一些错误 一个I 一个E 一个错误 一个警告 大家注意这块 我们不用关心这块的错误 这和WebScript和我们爬虫是没有关系的 这块的错误主要是给一些开发人员看的 我们点击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 其实给我们看我们也不太能理解 所以如果你这块弹出这个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个叉叉关掉 我们不用理会这块 我们看WebScript这块的列表 我们把WebScript就比做一台电脑 它这里面的seedmap 我们就比做文件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新买了一台电脑 里面肯定是空的 你可以新建文件 点击这块 新建 我先随便说一个网址 之后 我先随便建一个seedmap 大家不用理会它这个是什么意思 看我建了一个AA 我再建一个 好的 这块seedmap 表示的是 大家看 所有的seedmap列表 我建了两个 相当于你一台电脑 你新建了两个文件 你可以在列表里面看到 它的这个两个文件 如果你要单独看 某一个文件里面是什么的话 我们在这块 它这块点击AA 它就会进到这里面 大家看 一开始这块seedmap 中间这块seedmap 这块是空的 你点A的话 它就会出现AA 这seedmap 然后后面有一个s 就表示这块是列表 可以看到所有的seedmap 的列表 BBB我们同样点进去 它就会跳到中间这块 表示看 查看一下 B里面 BBB里面到底有什么 具体的设置 我们现在因为还没设置 所以说这块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看到一些选项 我们后面会具体讲 大家看一下这块有一个 增加查看 查看详细 这就和我们电脑 电脑的文件一样 一开始我们可以新建文件 新建好以后 这块就能看到文件的列表 我们如果要看某一个文件的话 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某一个文件的 类型 详细信息 大家看我下面这块的话 说明 I的话 seedmap是表示 所有的seedmap的列表 三的话 是某个seedmap的详细信息 四的话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seedmap 或者导入 当然 一个 电脑的话 你可以新建文件 当然也可以删除 seedmap也一样 大家看这块 我们就到列表这一栏 它 右边会有一个delete 表示删除 我们把bvb 点击这个delete 它就删除了 这和文件一样 既然是你自己创建的 你就有权利删除 seedmap也一样 你创建的seedmap 也可以删除掉 这就是seedmap 这块的工具栏的一些作用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就是 Chrome浏览器的实用 最后给大家找了一个网址 一篇文章 就是讲Chrome的一些基本的使用 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我大概讲一点就是 Chrome浏览器 我们平常使用三六龙或者搜狗的话 我们点开一个新页面 可以在这块直接搜索 比方我搜索苹果 然后回车 它就会出现一些苹果的一些搜索选项 但是Chrome浏览器不一样 它这块默认调用的是搜狗 默认调用的是那个谷歌搜索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科学上网的话 谷歌搜索它是无法访问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这篇文章里面 把这块的给设置一下 设置成百度 把这个默认的搜索框架 搜索选项设置成百度或者其他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这块直接搜索了 如果不设置的话 你就需要先进入到百度的搜索框 然后在这里面 搜索一些你需要的一些资料 我们继续往下 这块还有一个概念 懂得懂得人可能又知道 我们复制这个打开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淘宝网 淘宝网的首页 淘宝网的首页的话 大家看 在地址栏里的这一串 蓝色的这一串 我们把它叫做 URL 叫做一个URL 也叫做一个链接 也叫做网址 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 爬上的话 经常会用到这几个名词 一个就是URL 一个是链接 一个网址 大家知道它们三个都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地址栏里的这一串 字符 好的 这一课基本上就完了 大家需要做的就是 熟悉一下谷歌浏览器 的用法 这一篇文章 再就是 把这块大家可以自己点一点 多点一下 先不用管它具体的操作 就多点一点就可以 下节课我们正式讲如何抓取数据 不舒服 下节课